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澎湖的代名词了 那么现在就让大家一起来观赏一下 今年2022年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的宣传影片 哇 所以说呢 这个花火节真的是非常的魅力无法党啊 因为大家真的闷坏了 太久没有出国了 好想要来澎湖一趟 体验一下内出国的氛围 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 20周年 今年就是20周年 已经创下了台湾省年庆最悠久的一个活动 也因为有这个活动 所以呢 我们的商机也就起来了 我们也是希望 那么商家赚一点钱 那么生活大家也都安和乐利 那么大家呢 共同来把疫情啊顺畅的把它度过 澎湖的国际花火节 从4月25号开始 那么到6月30号结束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 澎湖的花火节多彩多姿 我们也希望 还没有买到机票的 还没有传票的 还没有订这个房间的 那么我们都希望呢 大家采取动作 想赶快一起来 那么澎湖的这个花火节 今年迈入第20年 那么它的内容 会比往年更丰盛更精彩 欢迎大家 恭喜2022 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正式开场 好哇 是不是非常期待非常兴奋呢 你看我们九大突突都跳起舞来了 真的是相当的 令人期待